今天我们就来学习这个input设备驱动 input设备驱动 我们上几个讲的是input事件驱动 首先它第一个是为用户空间提供设备节点 这些设备节点它的一些file operation的操作 在事件层驱动里边都会有体现 这样的话用户空间的应用程序 就可以从事件层得到数据 那么最终的底层数据是从哪里来的呢 那么它是从input设备驱动里边来的 所以input设备驱动目的就是去操作硬件 从硬件里边得到input信息 然后提交给核心层 至于说核心层怎么样交给事件层 然后进而交到用户空间 那么这些的话都是由事件层驱动来处理的 所以对input设备驱动来讲 它的工作很简单 就是操作底层的硬件系统器 得到设备里边输入的 这些信息信息也就是数据 然后呢把这些数据呢 交给核心层 核心层 那么这个呢就是input设备驱动 它的一个所完成的一个工作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Lincity核里边那种分层的这种思想呢 是无处不在的 那么在这里边的话呢 它分为了这个设备层 核心层和事件层 那么每一个层呢 它都实现相应的功能 所以今天的话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的input设备驱动 那么input设备驱动的话呢 这个驱动的话呢 其实编写很简单 很简单 那么在这里边的话呢 我们呢是尽量去弱化这种 关于硬件方面的一些 硬件系统器等这些方面的东西 我们呢 主要是前化什么呢 前化驱动的里边的流程和 编写驱动的一个过程 那么我们这个驱动的话呢 是以这个 是以一个USB设备 USB鼠标的这个驱动呢 为例来进行讲解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input设备驱动 它的驱动应该怎么样去编写呢 第一步呢 在内核里边呢 我们之前讲过了 每一个input设备呢 都要用一个input的DEV这个结构体来描述 那么这个结构体呢 是在input的点H里面定义的 那么注册这个input设备驱动的话呢 我们呢 只要按照以下的几个过程就可以了 第一个呢 是想分配一个strat input的DEV这样的结构体 那么一个这样的结构体呢 就用来表示我们的 描述我们的input设备 然后呢 是初始化这个结构体 那么初始化这个结构体的时候呢 那么这里边的话呢 有很多地方需要注意 很多地方需要注意 主要是它里边的一些EVbit Kbit和一些别的一些成员呢 需要做一个初始化 那么这些初始化呢 就要根据这个input设备的一些特性的进行初始化 比如说 这个是这是一个触摸屏 那么对于触摸屏呢 它这个EVbit呢 因为input的DV里边呢 它的EVbit呢 是用于描述什么呢 描述设备知识的事件 对于触摸屏来讲呢 它知识的事件呢 有主要有两种 一种的是EVK 那么EVK呢 是按键事件 还有种的是EVABS 那么这个K跟ABS有什么区别呢 比如说我们在初摸屏上点一下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按键 所以这种事件呢 就叫EVK 但是当我们在初摸屏上按下去 然后去滑动的时候呢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它就是一个EVABS的这样一个事件 因为这个事件跟按键事件是不一样的 所以它的处理流程呢 也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个EVABS 从自门死来看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绝对坐标事件 好 所以这个通过这个呢 就能描述这个设备 它支持的事件类型 接下来的话呢 就需要描述这些相应的事件类型里面 它支持的一些code 也就是说它的一个编码 然后的话呢 是一些初始化 那么这些初始化呢 都不是那么重要了 然后最后的话呢 就用input reduce device呢 把这个设备 驱动input设备呢 注册到我们的内核里边 那么注册成功以后呢 我们呢 就可以使用这个input设备了 好 那么在这个设备驱动里边 我们有一个地方 因为我们讲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这个设备驱动 它呢 用于得到底层硬件里边的数据 那么得到这个数据以后 它怎么样交给核心层呢 那么内核里边呢 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行数 那么这些行数呢 就是input report系列行数 那么input report abs呢 是向这个输入子系统的提交 sy坐标值 就是绝对坐标值 那么input k呢 就是报告按键的信息 报告按键的信息 input abs呢 就是报告触摸屏的一些信息 input sync呢 表示提交一个完整的报告 这个什么意思呢 因为对于按键来讲的话呢 我们很简单 获取一次数据呢 就代表一个按键事件 但是对于这个鼠标的这个滑动来讲呢 那么每滑动一下鼠标呢 那么内核里边呢 驱动里边呢 就能收到一个数据 但是呢 我们怎么知道 这是一个完整的滑动过程呢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就需要 用一个input sync来表示 这是一个完整的事件 这样掉入这个函数以后呢 那么上层的应用程序呢 就能够知道 哪几个数据组合起来呢 是代表一个事件的 它是起这样一个作用 那么lisnit号里边 它的输入事件类型的话呢 有很多 第一个是这个evsync呢 是同步事件 那么这个呢 它不代表具体的一个底层事件 它只是用于一种同步的 然后evk呢 它是按键事件 这个呢 是相对坐标事件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鼠标移动 那么鼠标移动的时候 那么在驱动里边呢 它都是相对于上次的位置 进行一个移动 所以它呢 是相对坐标事件 那么对触摸屏来讲的话呢 你可以点在任何一个地方 所以呢 这个是绝对坐标 触摸屏呢 是绝对坐标 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事件 那么这些事件的话呢 呃 我们在这个编写驱动的时候呢 可能也就是可能也不会用到 那么大家呢 只需要做一个了解就好了 好 那么这个是我们的input input report的一系列行数 那么这些行数的话呢 我们这里边呢 只是呃 我们这里边呢 只是大概了解一下 那么在我们接下来 我们看代码的时候呢 我们还会跟到这些行数里边呢 来看看它的实现实现原理是什么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就以一个例子来讲解这个input设备驱动 因为我们之前都用过这个鼠标 那么我就以这个鼠标驱动来做一个讲解 呃 我这里边的例子呢 是一个usb鼠标 因为我们还没有讲到usb设备驱动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边的话呢 先不考虑usb架构 先不考虑usb框架 呃 只考虑它里面那些input设备的一个注册和实现原理 好 那么我先大概来讲一下这个驱动 那么这个驱动的话呢 它的初始化呢 是这个 这个就是初始化 那么在初始化的时候呢 它会注册一个usb设备驱动 那么在usb设备驱动 它注册成功以后 假如说有设备插进来的时候呢 那么它就会进行匹配 匹配成功以后呢 它就会掉到prob里边 那么这个prob行数呢 根据我们这个platform驱动的这个理解啊 它这个其实 其实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初始化 所以在这里边的话呢 我们就看到 我们想撇开这些usb这样一个字眼 我们想不管 我们只看这个inputdv 因为usb鼠标它是usb设备 但是同时呢 它也是input设备 所以大家看到这里边 它首先呢 是在外面用的是usb驱动的框架 那么在这里边呢 匹配成功以后呢 才使用 才是注册我们的input设备 input设备 那么从这里边的话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 它是如何注册这个input设备的 对于input设备来讲呢 那么它呢 是首先指定一个这样一个inputdv 这样一个指针 然后呢 为这个inputdv呢 去申请一个inputdv这样一个空间 然后假如说申请失败的话呢 那么就返回错误 好 那么我们这里边的话呢 只是只看这个inputdv的操作 好 然后往下 然后呢 给这个inputdv复制 这个呢 是名字 这个呢 是它的一个物理的一个 看一下 它是物理的一个名字 然后呢 是它的parent 好 那么这里边这几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input设备区分的一个关键 就是它的一个关键 那么这里边的话呢 就非常非常重要了 我们看到这里边是给这个eVbit kbit realbit和kbit来复制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eVbit kbit它是做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首先看eVbit 那么eVbit的话呢 它在这里边的话呢 我们有看到 eVbit它是一个bitmap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bipmap呢 它是关于什么呢 关于设备支持的这个事件类型的一个bipmap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eVbit这样一个数字 它是一个长整形 那么这里边的话呢 eVCNT 那么eVCNT呢 我们看到了这里边 这里边描述的全是什么呢 全是设备的一个类型 那么这个类型呢 一共有多少种呢 一共有EF种 那么CNT呢 就是EF加1 就是20 20的话呢 刚好就是32 所以这里边你看 它呢 是用每个一个bit呢 用来描述一种事件的 所以 这里边什么叫bitmap呢 那么bitmap呢 就是用一个bit呢 来描述一个 来描述一个事件 那么这里边 我们看到这个 对于这个 eVity来讲呢 那么它里边呢 这个eVCNT呢 它刚好是32 所以呢 我们就需要用32个bit呢 来描述这些所有的事件 那么现在的bit之一呢 就表示 这个设备呢 它支持现在的设备 它支持现在的这个事件 这里的话呢 就表示它不支持 因为对于input的设备来讲呢 它可能会支持什么呢 可能会支持多个事件 比如说这里边 对于我的鼠标来讲呢 我既支持EVK 这种按键事件 那么我也支持什么呢 我也支持这个 REL这种相对鼠标 相对坐标事件 所以它呢 就会有两个bit之一 那么在这里边的话 在这里边 因为我们这个只是32 那么32的话呢 32个bit的话呢 我们需要用几个字节来表示呢 因为一个字节呢 可以表示8个 最多表示8个bit 所以32个bit呢 我们就需要用4个字节来表示 而这里边的话呢 它这个数组呢 它里边是 Long呢 Long的话呢 它是32个字节 那么对于32个字节呢 来讲呢 那么我们的一个Long型的数据呢 是不是就可以表示这32个bit呢 所以这里边这个值呢 其实Bits2Long 这个红定义的话呢 它的实相是什么呢 是得到这个bit 这个bit所需要的什么呢 所需要的整形的个数 就是说 你要想表示这么多的bit数 你需要几个Long型的值 那么对于这个EVCNT 我们是32个bit 所以对于32个bit来讲呢 那么我们一个Long型的数 是不是就可以表示32个bit 所以这里边这个值呢 就是什么呢 它呢 就是1 它就是1 所以对于EVBIT来讲的话呢 这个数字里边就一个元素 这个元素呢 是一个Long型的 好 那么这个是EVBIT EVBIT呢 其实它是什么呢 它是关于event type的bitmap 就是是这样类型的一个bit图 好 那么这是这个 然后呢 我们看KBIT KBIT呢 稍微复杂一点 因为按键的类型太多太多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KBIT 什么意思 这里边这个KBIT呢 它是 Bitmap OK和Button的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设备 它所拥有的 按键和 这个 Button的 Bitmap 那么对于这个按键来讲呢 对于这个按键来讲的话呢 按键类型太多太多了 我们就光说我们这个键盘上 我们键盘上是比如 AVACD EFJ 1234567890 这么多件 而且呢 而且我们这个 Linuxnet 里面它要支持所有的按键 所以这种按键的这种 编码呢 是非常非常多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红定义 这个红定义就是 表示我们系统里边 所有的按键的编码 这个按键的编码的话呢 就非常非常多 那么它呢 就等于这个值加1 那么这些的话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系统里边 支持的所有的按键 所有的按键 那么这些按键呢 包括我们的标准的 也包括系统里边 定义的一些按键 比如说标准的 比如说这个是1 这个就表示我们的1 它所对应的按键值呢 它的方法是2 2 它所对应的按键值呢 是3 那么对于我们的Q呢 它所对应的按键值是16 然后呢 这个是按键 这个是键盘的按键值 那么对于我们的鼠标来讲的话呢 我们是不是有法左键跟右键 还有中键呢 好 那么这些呢 就在这里边定义 比如说这是MOS 左键呢 是0s110 右键的话是0s111 Middle呢 这个呢 是当你鼠标按下中间键的时候呢 那么 它所对应的按键就是0s112 那么这些的话呢 就是内耗里边的规范 所以你要想改变这个一项关系的话呢 你就需要改这里边的代码 这些的话呢 就是它所支持的全部的按键 注意一下 这个里边跟我们的EVBeat是不一样的 EVBeat呢 它定义的是 它所支持的事件类型 那么这个KBeat呢 表示这个设备它所支持的按键的按键的类型 这个呢 表示它所支持的这个相对鼠标事件的类型 那么这个呢 是相对绝对坐标事件的类型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这个里边从上往下从上往下一次呢 是什么呢 是一次是事件类型 然后这个呢 是按键类型 因为这个事件类型包括按键这个呃绝对相对相对坐标事件 还有绝对坐标事件 所以对于按键来讲的话呢 它的类型呢 就是这些 就这些 那么对于这个对于这个呃相对鼠标事件来讲的话呢 那么它的按键呢 它的类型呢 就在就在后面 它的类型在后面 啊 这个就是相对相对坐标事件 它的按键类型 那么这个呢 是绝对坐标事件 它的按键类型 那么在一次后面的话呢 就分别对应什么呢 分别对应 这几种按键类型 它所支持的具体的编码 啊 所以呃 这里边我们看到这个kbit的话呢 非常多 它这个是0s2ff 0s2ff 那么其实就是0s300 那么0s300的话呢 就是什么呢 呃 300就是3乘以256 就是768 那么对于768来讲的话呢 这么多比特 768个比特 那么到底需要多少个 而弄型来表示呢 那么就可以通过这个红定来得到 那么这个红定呢 就呃 用来得到这个768个比特呢 需要几个弄型的值来表示 啊 所以 kbit这个数字的话呢 就刚好能够表示768 这些所有的比特 那么我们可以算一下 那么对于这个768来讲呢 768来讲呢 那么它呃 除以什么呢 因为这个一个 这是一个数组啊 每个数组的元素呢 是一个弄型 那么每一个弄型呢 是四个字节 四个字节就32位 所以一个元素呢 就可以表示32个比特 那么它呢 除以32 就等于多少 等于24 24 所以这里边的话呢 这个值呢 就是24 呃 所以这个数字的话呢 它就是里边有24个元素 呃 所以你看这里边不同的这个元素啊 不同的这个成员啊 它的数字 它虽然都是数字 但是它里边的这个数字大小呢 是不一样的 呃 realbit呢 我们来看一下real 这个值是多少 这个值呢 是0s 0f 0f 0f加1呢 是什么呢 就是0s10嘛 那么对于0s10来讲的话呢 因为它是小于32的 所以呢 这个数组呢 它只有一个元素 因为一个弄型就能够表示什么呢 表示0s10这么多的比特了 好 那么依次往下的话呢 跟上面是一样的 跟上面是一样的 呃 所以这个input的db的话呢 它就通过这些比特呢 这个比特呢 来表示它所支持的事件类型 然后呢 这些比特呢 来表示它所支持的什么呢 它所支持的相应事件类型的一个具体的编码 因为每一个input的设备 它不会支持所有的事件类型 所以呢 它在初始化的时候呢 那么这几个值呢 它只会初始化 某两 某几个 或者某一个 这个例子里边呢 我们来看一下 EVbit0 为什么要指定EVbit0呢 因为根据我们刚刚的分析 这个值呢 它是多少 它是20 那么对于20来讲的话呢 它对20来讲的话呢 那么这个值呢 就是1 就是1 所以这个数组的话呢 它就是有一个元素 那么既然有一个元素的话呢 那么我们就直接初始化 它的EVbit0就可以了 因为数组的EVbit0呢 就表示第一个元素嘛 然后呢 给它复制 那么给它复制的时候呢 就表示这个设 这个 呃 这个事件 就这个设备 它所支持的 这个事件例行了 那么在这里边的话呢 是支持两个事件例行 一个呢 是EVK 一个呢 是EVREL 那么EVK的话呢 它是0 那么EVR12呢 它是什么呢 它是先对鼠标事件 它呢 是0S02 那么这个Bitmask 什么意思呢 Bitmask呢 就是找到这个值 它所在的那个比特位 比特位 呃 因为它这个是 呃 那么它的比特位呢 就是位于第 假如从0开始呢 就是第一个比特位 那么对于它来讲呢 它是2 所以它呢 就是位于第二个比特位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 把这个值的第一个 和第二个比特位 把它制一 把它制一 呃 因为它是支持 这个EVK和EVREL 所以呢 你在初始化的时候呢 就只需要初始化 这个KBIT和REL BIT就行了 KBIT呢 就表示它所 因为它支持的是 按键 按键事件嘛 那么KBIT里边呢 就表示它支持 哪些按键事件 因为不同的输入设备 它制的按键 类型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像我们的键盘的话呢 那么它就支持 很多按键 12345678 ABCDEFG等等 但是对于鼠标来讲的话呢 那么它支持的按键类型的话呢 就不一样 因为鼠标上只有三个键 左键 中键 和右键 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 因为我们是一个input 我们这个input的设备是一个鼠标 所以我们给这个KB在复制的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是一个鼠标 left 是鼠标左键 然后呢 右键 还有中键 这个呢 就表示这个设备呢 它就支持这三个按键 这三个按键 那么这里边呢 有一个bit word 那么这个bit word 什么意思呢 因为这个 我们这个KB的话呢 它这里边有700 是0s2f 加1的话 是0s300 那么0s300的话 刚好就是768 那么有768个bit 既然有这么多bit 那么我想给他的这个 因为他这个是第几个bit 它是第0s110 这个bit 0s110这个bit 那么我要给他个bit 复制的时候呢 需要先找到什么呢 找到这个bit 他所在的什么呢 他所在的这个数字里面的元素 因为这个我们这个KB的话呢 它是一个弄型的 它是个弄型的 所以就需要找到什么 找到这个值 因为这个因为你看这个btnmoth呢 跟这个btnleft呢 是一样的 都是0s110 所以这里边的话呢 就是想找到这个bit 他在这个数字里边的什么呢 他在这个数字里边的第几个元素 所以这个bitmap word呢 就用来根据这个bit位呢 来得到这个bit位 它所在的位置呢 是第几个弄型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0s110 那么他呢 实际制是272 然后呢 他再除以32 就等于8 就等于8 所以呢 他这个bit呢 是在这个数字的第八个元素里边 来表示的 因为这个KB呢 它是一个数字 那么数字里边呢 全部是弄型的 所以这个值呢 就得到这个bit 他所在的什么呢 他所在的数字元素是哪个 然后这个呢 就是什么呢 给这个bit他所在的这个弄型里边的这个位置复值 因为这三个bit它是分别是0s110 111和112 所以他复值的时候呢 他首先呢 要找到他要复值的这几个bit呢 他为他所在的什么呢 他所在的这个速度元素是哪个 所以这个呢 就是得到什么呢 得到这个 这个bit 他所在的数字元素是哪一个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就给这个值来复值 给这个值复值的时候呢 其实呢 就是根据什么呢 根据这三个bit位的值呢 相得到这三个bit位 他他相对于一个什么呢 相对于一个弄型的一个相对位置 然后呢 给这个位置呢 负一 所以这个最终结果的话呢 就是给这些bit位 给这三个bit位 他所在的那个bit值呢 质一 好 然后的话呢 这里边的话呢 就是再给他的一个相对 相对事件来复值 这个复值呢 就表示他所支持的这个相对位置事件 那么这里边他所支持的相对位置事件 是一个 Raw X和Raw Y 那么这个呢 就表示鼠标的一个位置信息了 好 那么这里边的话呢 这里边的话呢 还给他这个kbit呢 负了一个值 那么这个kbit的负值呢 其实可以跟上面这个负值呢 其实呢 是可以写在一起的 但是这个区代码里边呢 他没有写在一起 那么这里边的话呢 因为他是用了一个货运算 货运算 那么就是说 在这个的基础上呢 他又加上一个边键和一个什么的 和一个额外的一个键 那么有的鼠标呢 他会支持这个边键和额外的键 有的呢 不支持 那么现在我们的鼠标呢 基本上是不支持这个边键和这个键的 那么他这里边支持呢 也无所谓 也无所谓 因为我们的鼠标 假如说不支持这两个键的话呢 那么我们也就不会处罚这两个事件 最后的话呢 他是又给这个相对事件的 又加了一个滚轮的事件 因为鼠标除了可以左右移动以外呢 他还有一个滚动操作 所以这里边呢 就是对他一个初始化 这个初始化呢 每一个input事件驱动都是不一样的 都是不一样的 在编写的时候呢 你要根据你的这个设备呢 来进行相应的复制 比如说我们的鼠标呢 就是按键跟什么呢 跟相对位移事件 那么触摸屏呢 就是按键跟绝对位移事件 那么还假如说还要别的外设呢 那么要根据外设的特性呢 来给他付线的值 好 然后呢 是给他付一个open函数和closed函数 好 那么最后的话呢 就通过他呢 把这个input设备注册到内核里边 那么这个mouseDV呢 我们在这里边看到了 这个这里边呢 把这个input的DV呢 复制给了mouseDV 所以这里边注册mouseDV呢 其实就是注册我们这里边 初始化好的这个input的DV 这样一个结构体 那么我们进到这里边来看一下 input的reduce的device 他做了什么事情 那么这个函数里边的话呢 他做的一些 昨日是还又做了一些初始化 初始化 那么我们呢 是挑他最关键的代码来看 那么这里边最关键的代码呢 就是这个这一句代码 那么在这里边呢 我们看到了这句代码呢 似曾相识 那么在哪里相识呢 我们之前上一个 在讲这个input事件驱动的时候 在讲这个EV DV这个事件驱动的时候呢 我们这里边注册这个input事件的时候呢 我们在下面看到了这句代码 那么这句代码呢 我们知道 它是将便利系统里边所有的什么呢 input的DV设备 然后呢 拿这个设备呢 一个一个的和我们这里边要注册的 这个input的handle事件呢 来进行一个匹配 那么匹配的话呢 是用这个行数来匹配的 好 现在我们回过图来 来看一下我们这里边的这个注册 那么这里边的话呢 input的reduce device呢 这里边我们看到了 也有这样一个类似的行数 不同的地方在于说 这里边的话呢 这个list变成了一个input的handle list 那么input的handle呢 就是事件 就是我们的input的事件 所以这里边的话呢 其实就是 因为我们这里边是注册input的设备 所以呢 它呢 就会把系统里面所有的input的handle呢 一个一个导出来 然后依次呢 和这个input的设备呢 进行匹配 那么匹配过程怎么来实现的呢 就是通过这个input attack handle 那么这个行数呢 我们上几课已经讲过了 那么到今天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行数的实现 相信大家的理解呢 跟我们上次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那这里边的话呢 首先会进行一个input match device 那么这个input match device呢 进行一个真正的匹配 那么到现在为止的话呢 我们就要再看一下 这个input的设备 跟这个input的事件呢 它的匹配过程是什么样的 这里呢 它会先从这个handle里边 就是事件的这个结构体里边呢 得到它的editable 然后呢 一次来比较 一次来比较 比较的时候呢 它会相判断 这个id里边呢 有没有定义 这些flag 这些flag 那么我们呢 相以我们的指向的这个ev 这个事件 这个事件驱动为例来进行说明 那么这个事件驱动呢 它呢 里边有定义这个input handle 然后呢 里边有一个editable 那么这个editable呢 它的值是它 那么对于它讲呢 它有两个元素 但是这两个元素 一个是空 一个呢 只有一个 是初始化了一个成员 那么它呢 等于1 那么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 这个匹配过程 那么对于我们的evdv这个事件 evdv.c 那么这里边的这个事件驱动来讲呢 它的editable呢 里边没有定义flag 所以这些呢 全部不做比较 那么这里边呢 那它会比较什么呢 比较evbit 那么这个比较这个evbit呢 其实呢 它是 想拿id的 id的这个bit 依次呢 和什么呢 id的bit呢 和这个devdevice的这个bit呢 来比较 看它是不是等于idbit 对于我们的evdev来讲 这个事件驱动来讲呢 它里边压根就没有定义这个id 压根就没有定义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所以这里边比较的时候呢 那么 它跟这个device里边这些相遇的话呢 那么肯定是零嘛 因为这这个是零嘛 那么 无论谁 它跟零相遇的话呢 那么最终的话呢 肯定还是等于零嘛 所以 这些匹配的话呢 就全部成立 全部成立 好 那么这里边的话呢 接着它判断 假如说这个handle的match呢 它是空 它是空 那么它是空的话呢 就不会不会直线后面的 那么就直接反回这个id了 那么对于我们的evdv 这个事件驱动来讲的话呢 就会返回 它的第一个id 第一个id 好 那么这个返回成功以后呢 那么它就会调用handle的connect行数呢 去做一些 去做一些初始化 那么这个handle的connect行数呢 它呢 主要是会去创建一些设备节点 给用物层的应用程序来 来操作 然后呢 还定义了一些 关于这个设备节点的一些操作行数 操作行数 每当有一个新的 什么呢 每当有一个新的设备 input的设备被注册的时候呢 那么都会匹配上这个evdv这个事件驱动 那么匹配上这个事件驱动以后呢 那么它都会创建一个设备节点 都会创建一个设备节点 那么这个设备节点的话呢 叫event 它呢 会从零开始一直往上增加 所以我们就能够看到 这个系统里边呢 有这么多的 系统里边有这么多的event 设备节点 有这么多的event的设备节点 那么每一个input设备注册到系统里边的时候呢 那么都会跟什么呢 跟evdv 都会跟这个evdv这样一个 事件驱动的匹配成功 匹配成功以后呢 就会调用这个evconnect 那么这个evconnect行数呢 就会创建相应的设备节点 那么这些设备节点呢 event 0123呢 都是跟这个evdv事件驱动 匹配成功的时候创建的 那么下面这些mouse 是什么时候创建的呢 那么这个呢 是跟另一个事件驱动创建的 就是跟我们的mousedv 这样一个事件驱动 匹配成功的时候创建的 那么对于我们的 鼠标来讲呢 对于我们的鼠标来讲呢 那么他注册这个input 设备的时候呢 那么他呢 同样呢 他这边会做匹配 他呢 同样呢 除了跟我们的evdv 这样一个事件驱动 匹配成功的 同时呢 他也会跟我们的 鼠标事件驱动 匹配成功 那么跟我们的鼠标 事件驱动 匹配成功的时候呢 那么他呢 就会调用什么呢 调用鼠标事件驱动 里边的connect函数 那么在这个鼠标事件驱动的 connect函数里边呢 他呢 就会创建 mos01234 依次往上加 就是mos0 mos1 mos2 mos3 这样的设备节点 这样的设备节点 所以到现在为止的话呢 我们就看到了这个input设备的注册和input 这个input设备驱动注册和input的事件驱动注册 他们之间是相互相成的 是相互联系的 相互联系的 对于我们的这个鼠标设备来讲呢 那么他呢 对于我们的鼠标设备来讲呢 那么他在注册的时候呢 他就会匹配两个事件驱动 一个呢是evdv 一个呢是mosdv 所以呢 他呢就会在我们的这个input设备下面呢 input的这个dv input的目入下面呢 创建两个设备节点 一个呢是event 一个呢是mos 那么至于说是event的几呢 那么他呢会根据这个event 节点的使用情况呢 从零开始往后增加 那么对于mos呢也是一样的 他也是从零开始往后增加 那么在我这个虚拟集里面呢 我怎么我怎么知道 我这个鼠标设备 他所对应的input事件驱动 是哪些呢 也就是说他所对应的设备节点 就是他所对应的这个evdv 我们可以通过名字来看下我们的鼠标是哪一个 那么在这里边的话呢 我们是一个呃鼠标 那么我们的鼠标 我们针对的一个名字呢 就是这个 所以这一项呢就表示我们的鼠标的一个设备情况 那么这个呢是他的鼠标的一个bus 还有他的厂商id 还有产品id 然后再往后面的话呢 是他的一个名字 是那个名字 然后这里边有一个handles 那么handles呢就表示什么呢 表示他这个鼠标设备他注册的时候呢 他所对应的事件驱动 这里边有两个 因为他会跟两个事件驱动匹配成功 所以就会有两个两个名字 两个名字 其实这两个名字呢 也是两个设备节点 因为他每个一个事件驱动匹配成功呢 就会创建一个设备节点 所以这里边呢就是mos1和event3 所以对于鼠标来讲的话呢 他所对应的什么呢 他所对应的设备节点呢 就是event2 event3和mos1 这两个呢都代表了我们的鼠标事件 都代表我们的鼠标事件 那么具体你读的时候 读数据的时候呢 你是从event3读呢 还是从mos1读呢 那么这个的话呢 其实因为event呢 evdv呢 它是一个通用驱动 它这个通用驱动 那么它能够处理所有的输入设备 输入设备 但是呢 因为正是因为它能够处理所有的输入设备 那么它的输入呢 是非常原始的 非常原始的 它只是把底层发什么数据呢 那么它就会把这个数据原分不动的交给应用层 就是交给我们的上层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可以cat一下 event3 然后呢 我们可以把它设成16进士 我们来看一下 gmp 好 然后我动一下鼠标 好 马上输入这么多数据 然后我按下左键 然后按下右键 按下上键 我每按一个键 或者每动一下 每按下滚轮的话呢 那么这里边都会有数据上来 都会有数据上来 那么这个可以理解 因为EVDV它是一个通用通用的一个事件驱动 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EV EV ENT 这个设备 这些设备节点的来看到底层输入的所有数据 但是呢 这些数据的话呢 它是都是没有经过任何的处理的 就是我们可以把它认作是一个原始数据流 但是原始数据流的话呢 我们上层的话呢 是没有办法识别的 上层呢 还需要去做进一步的一个处理 除了这个EV EVENT呢 我们还有Mouse Mouse 对于我们的鼠标来讲的话呢 我们是EV3或者MouseE 那么EV3和MouseE呢 都能够获取所有的鼠标事件 但是呢 对于Mouse来讲的话呢 因为MouseE呢 是我们的鼠标事件驱动 给我们提供的接口 那么这个MouseEV 这个鼠标事件驱动里边呢 它呢 就会对底层的数据呢 进行一个处理 然后呢 才会交给应用层 所以应用层的话呢 就可以通过这个Mouse来得到什么呢 来得到具体的一个更详细的 或者说具体的一个数据了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们上层的应用程序呢 就可以不必再进行数据的一个分离 或者组合操作 那么它得到数据呢 就是代表我们鼠标事件的一个具体的数据了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MouseE呢 得到的数据呢 就是经过鼠标事件处理过的 有组织的 或者说结构型的数据 那么上层的应用程序呢 从这里边读到数据 读到的数据呢 就是有组织的 有结构的数据 那么它呢 通过这些数据呢 就能够很清晰的知道 鼠标现在的位置是什么地方 那么这个就是它的一个方便和高明之处 就能够得到的数据呢